说不太流利的那种 他比较那个傻 比较腼腆 你说叫他去说谁 或者是跟谁有什么过节 很少的 很少的 我的老板 对不管别人 他基本上都是这样 但是很多 但是他不管啊 但是你们经常要在直播间 给他透露这些 然后也有粉丝在后台 给他私信一些东西啊 所以说就有点那个傻 是吧 你们喜欢二妹吗 感谢大家支持 喜欢二妹啊 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搞得 他心里很烦 其实他每天比较忙的 真的是每天比较忙的 每天早上起来 到公司开会 干完事情 要么他就 没事的话 他要去健身 健身有些时候 他也要去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帮助一些老人啊 那些啥来充足他的生活 但是你想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对不对 我们年轻人 大家都会玩手机 偶尔时间 你们会给他发一些消息 他已经很忙了 然后再看见那些消息的话 感觉整个人有点疯 所以说我们小围种人是很好的 真的是很好的 你们不要这个就是 对小围种有任何的 那个傻啊 不要对小围种有任何的 就是不好的印象 真的 你们多了解一下就知道啊 多了解一下就知道 他能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说啊 所以说宝子们 人气高 人气高 刚刚老板有说了 互联网嘛 你们喜欢谁 都是那个 都是可以去谁呢 你的 他管那些 你说他去强求这个吗 他强求这个 也没有用 有吊子吗 吊子就是这个吗 是吗宝子 这个吊子是吗 有的 但是 这个 吊子这个三胶 好像那个就是细节没谈好 等两天给大家上好不好 等两天给大家上 我就再用 中国品味的好男儿 对 他属于就是这种 其实我们老板 我们董事长经常就在说 他人太善良 然后老是背着线 在 在不管实说 在生意上或者是啥 他太真诚了 他闻 所以说有些时候 你们要多教教他 跟他 就是他开直播的时候 你们要多教教他 跟他聊一聊 跟他聊一聊 然后给他说一些 你们所看到的 看到的一些信息 和听到的一些东西 给他说一下 对不对 支持阿伟 谢谢大家 老板有些时候 那天我还说 我说叫我们 就是我们的广告部 他们有些时候 负责我们电商这边 拍点视频 或者是啥的 我就说 要不叫老板 曝光一下他自己的生活 对吧 曝光一下自己的生活 还在给他商量这个事情 到时候你们可以 从更多的方面 去了解一下他 谢谢大家 我们也是在共同成长 共同成长 你们也在给我们支持 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 好不好 喜欢和阿伟和阿伟一起直播 不要强求人 好不好 不要强求人 阿伟有阿伟的生活 老板也有老板的生活 懂吗 老板们 不要乱去带节奏 你们也不要再直播间 乱搓合一些英语 懂不懂 有些时候 你们说太多了 反正 你们如果搓合太多 说太多的话 原始让老板和阿伯 相处就很困难 知道吗 因为互联网 现在是发达的 不只是你们 包括我们公司的员工 然后大家都会 刷一些视频 我们就会看见一些 你们所说的一些话 然后他们俩就会 会很尴尬 我们同在一个公司 三下级 很多人会在背后说 儿媚的坏话 你们这样说的话 对不对 不好打车 是 所以说还是有明白人的 大家都是年轻人 自己心里面想什么 想给怎么样 到时候有好的结局 都会告诉大家的 对不对 心态好 就会吃亏 没办法呀 因为你知道 其实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的 不管是说帅哥美女 还是叔叔阿姨那些 他们比较那个傻 他们的心思 就是比较单纯 像我们四川人一样 比较耿直 有些时候 他玩那些套路 我觉得我的小微总 还差一点点 要跟董事长多学学 真的是要跟董事长 多学一学 他很会被人骗 真的是会被人骗 对 你说叫他卖这些东西 因为他现在在做电商 成立电商部门 你叫他卖这些东西 他去签品牌方 大家都生意人 说话了个啥 生意人 就是比较精 有些时候就会把他绕进去 他签不来这个东西的 他只觉得好 他只会看这个表面的品 他只会觉得 是不是适合我的家人 他们会不会需要 要不要这个东西 他只会想这个 你知道吗 他不会看后期的 那些所有的东西的 所以说 有调子 姐姐有调子 调子 那个太了个啥 姜还是老的了 别这样说老董事长 老董事长 待会听到了 会骂你的 我告诉你 不要说 那是二妹 那是二妹 阿伟在一起 其实他们 就是说人家的世人生活 我们可以 微微的 微微的偶尔时间 像这种直播间的话 我们可以微微的知道一些 但是我们不要去强求他们 懂不懂 那能不能懂我的意思 就是 不要太死尽的去戳破人家 人家有人家的想法 懂不懂 是是是 的确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下 到最后怎么样 年轻人的感情事情 说不准 对不对 说不准的 管闲事 也不要说人家管闲事 那只是大家关心 那叫关心 我就是看二妹 直播 你看他们俩直播 是吗 但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生活 每个人有 每个人不同生活的诡计 你太强求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你喜欢他 你可以去他的直播间看一下 如果说你喜欢维哥 你可以在维哥的直播间来看一下他 跟他连连天 看看他的生活 看看他的工作 了解一下这个人 就像你追星一样 你喜欢一个明星 对不对 你喜欢一个明星 你可能去了解他的生活 看看就是 科卡一下 他的所有的过往 这些 但是你不能强求他 不能强求他 懂不懂 你不想看我你就出去 我又没有强求 让你看我 对不对 你烂说什么 对对 这个事情确确确确实 确实 这个不是二维的号 这是 这是我为种的号 这是小为种的 小号的 老子们 这是小为种的小号的 很会说话 我也没有说很会说话 因为我站在 就像你们一样 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去那个就是啥 我去想这些问题 去看待这些问题 只是那个 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偶尔时间 关心一下 他聊 老板比如说 有些时候找我们聊聊天的时候 谈谈心的时候 我们就听一下给他一点意见 到最后做怎样的结果 取决于他自己 是不是 这个号是二维的 对 是二维的小号 这个号是二维的小号的 老子们 就是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真的是真人 真的是真人 因为到时候他这个 这个小号的话 可能到时候就是我们直接管 我们直接管 我们会给大家做福利 到时候他的大号 他如果晚上有空的话 他也是可以直接来给大家直播 给大家聊聊天的 因为到时候 我们负责电商部门了 我们会先把福利给你们 先让你们体验一下福利 你们觉得好 我们再说 那个啥 美女说的对 对不对啥 那些不重要 咱们都不是人民币 所有人都不是人民币 做不到人人都喜欢 对不对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么牛逼 那就所有人都喜欢了 是不是 老板你过来给他们聊聊天 他今天晚上心情不好 他今天晚上有些时候心情不太好 可能是工作上的事情 工作上的有一些事情 导致于他心情有一点不好 所以说今天我就说 给大家做一波福利 再一点福利 他说还随便 你要开多少价格 你就给大家 反正就是幸运 你就按合同的价格 他真的是原话给我说 你按合同的价格给他们 我们不挣钱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真的这个 这个东西有点刺激到他了 就是他签了这个合同 有点刺激到他了 也没有说他让老板生气吧 应该也没有 我们聊点别的嘛 你们跟我科普一下 你们吃的瓜吗 因为平时经我很少那个啥 我是很少关心这些事情 我只是经常看我的老板直播 然后你们经常在直播间 给我科普一些东西 我们在那里看着 好乱 上人 上人 谢谢四姐 上不上人 上不上人都无所谓 我主要是发福利 发福利 不强求 真的我们买东西 我们买东西 我不强求任何人买东西 随缘 真的是随缘 随缘的 你们想买你们就买 喜欢的就 喜欢的就去拍 我觉得他们的人气好小 老板今天晚上 其实我们俩是没有直播的 我们俩是没有直播 今天不想直播的 真的是不想直播的 但是好多粉丝给他发信息 说那个谁 说那个谁在直播间编排他 阴阳他什么的 所以说他说上来看一看 上来看一看 交上签了这个东西 他就想说 昨天晚上没挣到 就挣一波 再挣一波 其他的就没有 本来今天晚上我们是不想弄的 临时加班 真的是临时加班来办 我跟他都还在外面 我们本来是在外面 这个大哥你说的对 真的是 我每天 我有些时候看你们 就是看老板直播的时候 整个评论让我的CPU都烧干了 你知道吗 你们这些粉丝聊的天 我的CPU就干了 今天没人气 其实有没有人气 也不乐个傻 也不是很重要 老板人呢 他出事了 你看他都还在把阿子请回来直播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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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乱了 太乱了 宝子们 真的太乱了 太乱了 别提这些 二妹年轻可以学 是的 二妹年轻可以学 因为我们有成立电商部门嘛 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会叫他们那个啥 会让他 可以跟二妹说一下 问他愿不愿意去 那个部门 如果愿意他就去 随时都可以了 随时都可以了 直播间没人气 对对对 直播间没人气 所以说 你们 怎么样才能让直播间有人气 快给我出出 你们给我出一出的主意吗 我们也没有 搞过这个东西 五种静止不见了 五种静止不见了 五种是谁 没看见啊 耳没上 唱歌 唱歌 不要打扰人家的 那个就是生活嘛 下班了 人家也有 也有人家的那个生活 快点 老板来了 大家两天了 然后大家都很关心 你家人们晚上好 刚才给他们账了没有 今天晚上公司的 就先到的那些 福利皮全部给他们账 家人们 今天晚上再安慰直播间的 能给大家的福利皮 我全部给大家账 好吧 哦 还有一个福利品没给大家账 哪个 哪个没有账 回腻 那个老品牌 回腻今天给我们的鞋 就你前两天 签了那个活动 这个还没账 你跟他们先聊会贴嘛 你先跟他们聊会账 跟他们账吧 跟他们账吧 跟他们账 嗯 你现在在干啥 我是什么意思啊 啥意思呀 你看不惯我 你就直说知道吧 现在这个皮你也在做 我也在做 但是我知道你做不 你比不过我的 但是你也不用 不用这么小看 我知道吧 咱们到底进去啊 不是你们你们你们 你们傻一傻 你们商量好的吗 我们什么商量好呀 你在直播间说我是什么意思吗 我看到很多粉丝都给我发私信 你在直播间骂我说我 知道吧 咱们我先洗衣服 我觉得你真的好搞笑 你们是不是 你们几个人商量好了 要来干我 我告诉你们 想多了 你们不行 我们没有说干你啊 但是你 我觉得你这个人 你那天说话也这么和 而且这两天 你在直播 你也在说 干什么 干不干 干不干 来看看我的衣服 干不干 干不干 全是醋 全是酱油 干不干 你今天晚上直播 是不是那个 陈小舟 你们两个也吵架了 你这个人 人脾不洗 知道吧 到哪里都 都有人跟你吵架 真的是 我现在在家里面 洗个衣服 你们真的是搞笑 怎么的吧 那你刚才说我干什么 我说你坏话 我给我的粉丝分享 几群洗衣液 你一天天找事 干啥呢 你有没有说我 我就问你 你有没有说我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要给我 对着干嘛来啊 只有你有吗 我也有啊 你有的东西我也有啊 对不对 你们是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你是不是准备好了 咋的 你要跟我两个 比谁卖得多吗 不是你 我就听说我跟我的合作伙伴合作的好好的 我就听说说有人想来撬我的生意 原来是你啊 是你来抢我的生意好吧 你不是跟我比着干嘛 对不对嘛 人不要给天猪地灭 我的天呐 我的天呐 真的是地 你这是来抢生意来了 我不是抢你的生意啊 是你 是那天你说你要给我 你要给我比实力 对不对 那你卖什么皮 我就卖什么皮啊 对不对嘛 这样子公平公正嘛 原来是这样 对啊 对啊 这样子的话 就这样子的话 我们公平公正嘛 对不对 你是从哪去找到我的供货商的 你从哪去找到我的供货商呀 洗干净了 拍两台 我都还没戳呢 家长们 你看我都还没戳就干净了 你觉得啊 你能拿下的东西 我拿不下吗 啊 家长你看我全是 家长我戳一下啊 你觉得我都没死 你没有你钱是吧 我都没戳 家长我都没戳 你看 我把这个水 因为倒的有点多啊 倒的有点多 倒的有点多 这个水家长 你看这个水 我倒的特别多 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水 我我看了没有 好笑你 但是你真的有点搞笑 你知道没有这个水 看到没有这个水 他们叫你一什么 什么什么狗 真的是 我怕要吃饭 感谢感谢 等一下 我倒的这个 这个家里有点多 整个衣服都展色了 不是你想干 满下模样的 哼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 我洗个衣服你都来捣乱 我没有捣落啊没有捣落 但是你你再说我 你说我坏话 所以我今天心情很不好 知道吧 感谢文文 感谢我姐 感谢 我心情很不好 今天晚上你知道吗 你心情不好 你想干什么 你就是因为 今天直播的时候 在说我 一直在说我 知道吧 我北来心 你就告诉我 你想干什么 对不对 你直接告诉我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是目的 你不是说要给我批吗 对不对 你不是对手 是不是对手 感谢希儿 感谢希儿 不用说你 我知道了 一种竟然说真的话 来支持咱们那个小维总的 咱们直接把这种连起来 是不是对手还不知道 对 我必须要干你 知道吧 不然你太狂了 现在我们两个是公平计证 如果你 你的结果 给我谈 我什么话都不说 知道吧 我会叫你大哥 好了吧 白不白 你是哪来 家人们直播 一千五百人 干不干他 干他的话 打一个字 干来 一千五百人算什么 我这边两千人都没说打你 两千人有什么用 都是来看你洗衣服的 有什么用吗 对啊 我是一个勤劳的男人 白不白 现在水 来看你洗衣服 白不白 来告诉我家人 白不白 支持我干他的 来打一个干字 来 白不白家人 干不干 干啊 怎么不干 来一种咱们做生意 做生意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对不对 咱们做生意 都是有竞争性的 但是没必要 在后面阴阳人 咱们小围总虽然很单纯 没必要阴阳 好吧 你直播 你开你的直播 咱们 我再调一下 水 水还是昏的 白不白 咱们咱们废话 不跟他多说 支持咱们小围总的